在老师的带领下罗东整理幼儿园的小朋友 兴奋冲夏田一个一个弯着腰 把手伸进泥土里 努力寻找危害农作物的福寿罗 这是罗东整理幼儿园为了下周的食农教育插秧课程 今天特别举办了抓福寿罗比赛 让150位的大班小朋友提前夏田清净泥土 体验当农夫的辛苦 下个礼拜开始 又要展开一系列的 我们的食农教育的一个活动 开始要插秧了 那今天呢 因为要插秧之前要整地 然后在插秧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碰到金波雷的这样的一个伤脚 或者是伤害我们的道指 所以呢 今天我们发起了我们小朋友的 这一个味道除害 我们的这一个活动 我们把这个大家 小朋友进到这一个田里面 去做寻找金波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这一个 插秧了以后呢 道指能够长得更好一点 所以呢 今天也让小朋友到田里面去 做寻找金波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做比赛 那我们今天有五个大班的小朋友呢 老子带领之下呢 刚刚可以看到呢 他们在田里面 因为去年的一个经验 今年大家都在里面是剑步如灰 我们有一个 换了一个方式呢 大家在这里面玩得很高兴 那也达到了我们为稻除害的一个目的 小朋友直接下田 当农夫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是兴奋的在田里奔跑 就算泥土弄脏 全身也玩得很开心 不只抓了危害央苗的福寿罗 就连瓜牛小青花也都来参一脚 有的小朋友非常厉害 抓了五六颗 也有人一颗都没抓到 但小朋友亲自观察田间生态 也是收获良多 你刚刚去捡什么 独色罗 独色罗 那你捡到几颗 很多颗 很多颗 你怎么捡 用手 不然它会吃到米 米就会死掉 我今天要抓独色罗 我今天也没抓到 你抓到几颗 一颗都没有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找不到是不是 对啊 这是什么 我们再抓福寿罗 福寿罗会把羊苗吃掉 不好抓 为什么 要把手伸很深 然后要一直走路 我的脚都快拔不起来了 找什么 福寿罗 福寿罗 那你抓到什么 你抓到 一颗 好抓吗 好抓 你抓多久 十五分钟 四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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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那么多 你怎么抓的 我用手抓 大家请你坐下 用手抓 不好找 不好找为什么 是因为躲在 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因为他会吃我们的小羊苗 罗东正立幼儿园抓福寿罗比赛最后是由大太阳班 以141颗拿下冠军 由镇长吴秋林亲自颁奖 150位大班的小朋友花了半个小时所抓的福寿罗有一公斤重 虽然依照宜兰春根减食福寿罗的奖励计划 一公斤只可以换到八块的奖金 但小朋友透过实际的行动消灭有害外来种 不仅为自然环境尽一份心力 也让食农教育落实在生活当中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